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有个小和尚有一天问他的师父说 师父 我的人生价值到底在哪里 师父说好 我们来做一个试验 你搬一块石头出去卖 但是你完全不可以出声 不要讲话 有人问你石头要卖多少钱 你只是比两个石头就好了 不管他出多少 你都不要卖 把石头搬回来 那小和尚虽然不明白 还是搬着石头 想想 他想石头怎么卖呢 就跑去蹲在菜市场门口 那就蹲在那边 蹲了老半天 终于有一个家庭主妇走过来 他说 小和尚你这个石头是卖的吗 干嘛的呀 这个小和尚保持诺言 静静 不出声 然后这个家庭主妇说 那你要卖多少钱 小和尚就比两个石头 他说两块钱啊 然后这个小和尚摇摇头 这个家庭主妇说 要二十块吗 好吧 看你很可怜 二十块我给你买下来 我把它拿回去 可能去压我的咸菜 然后这个小和尚心里想 哇 一块烂石头 有人要出二十块 当然他不敢卖咯 所以呢 兴高采烈 抱了石头 回到山上 他见到师父说 师父啊 真奇怪 这块石头二十块 有人要买 师父不出声 他说 我们做第二个实验 怎么做呢 师父说 明天 你再把这个石头 搬去另外一个地方 去那边卖 同样 不出声 有人问你 比两个石头 多少都不卖 今天呢 小和尚搬的石头 想想 他来到一个博物馆前面 蹲下来 在石头前面 老半天 有一个人终于走过来 他说 小和尚 你这个石头要卖的吗 小和尚点点头 卖多少呀 他就比两个石头 然后这个人说 两百块呀 小和尚摇摇头 要两千吗 好吧 两千块我可 我跟你买下来 我搬回去 我可以 用来雕刻一个佛像 小和尚开心死了 他说 哇 一块石头两千块 他还是不敢卖 包着信高采烈 问他的师父 他问师父说 师父 我的价值就是两千块吗 一块石头可以卖两千块吗 师父说 我们还有第三个试验 怎么做呢 同样的情况 第三天 你在搬这块石头 去不同的地方卖 同样的游戏规则 那这个小和尚 虽然不明白 他很听话 所以他搬着石头 第三天 他去蹲在一个古董店的门口 一大清早就有一个人 走过来要进入古董店 他问 小和尚 你这块石头要卖的吗 点点头 要卖多少 他比这个 这个人就说 这块石头要卖两万块钱吗 小和尚心里 哇 开心极了 他还是摇摇头 这个人说 二十万呀 里面应该有包 好吧 二十万 这个小和尚忍不住了 把石头搬了以后 飞奔回到山上 他告诉师傅说 师傅 不可思议 一块石头有人出家 二十万跟我买 师傅 你可以告诉我 我的人生价值了吗 师傅说 你的人生价值就是 你把你自己怎么样的定位 你有多看得起自己 如果你把自己当作烂石头 你在菜市场门口 卖的话 你的人生的舞台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水平 所以各位朋友们 通过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有没有 教到这一点 你把你自己当什么价值 你把你自己当烂石头 还是当一块可以雕灼的原料 还是你自己知道你内在有闪亮如笔的宝石 你把你自己摆在人生的什么地方 你的定位在哪里 你的人生舞台就有多大 你把你自己当作烂石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